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方砖 刚才说了给大家录一个小段关于河南的事 河南这个桶的大楼子他们官方怎么回事呢 他们把所有去河南维权的储户 之前不是闹出这个村镇银行欠款吗 现在已经堆到几百亿的规模了 那么所有的这些储户40万人 只一进入河南 马上从绿马变红马 那一红马你就要封门隔离 你就不能去维权了 所以现在这事闹得特别火 海外很多地方都报道了 说中国把健康马变成了监狱马 把你关起来 这个健康马不健康 这个事情其实特别有意思 而且我跟你打赌 我的分析 我的判断 这个事情其实处了很多的底线 不只处了百姓内心对政府的信任底线 也处了中国政府高层的底线 所以我给你详细的来说一说 好 那么为什么说这事有意思呢 这个健康马变红马 首先这次造成的影响很大 它不是简单的说 说这些方维权的进入河南 其实光维权的人的规模就不小了 为什么 有40万储户 这次涉及每个储户有的几万 有的十几万 不是说想当然都是四五十万 五六百万的那种 不是 都是零零岁的农商行嘛 那农民辛苦的 存的钱几万块钱 对他们是大数 是治病的 是娶媳妇的 是盖房子的 是救命的 那这些人 他们汇集在一起 几百亿 40万人 结果怎么样 两个月期限快到了 还是没有个说法 那么人们只能是赴河南的省会郑州 要求一个说法 对不对 这很正常 但是 健康码发威了 最夸张的说 你进了河南地界了 单人自己开车去 怎么样 变红了 这还可以 还可以承受 就是说 理智还可以承受 但是最可怕的是什么呢 是坐高铁去的 它叭唧一变红马 这高铁 整个高铁 叭唧停了 静止了 等待防疫不用 可能整个高铁都要拉走隔离 那你说高铁上 其他那些无辜的人呢 受害者慎重 非常的广泛 所以这个事情 现在影响很大 那么我为什么说这个事情蠢呢 咱们直接单刀直入 因为它突破了底线 就是这个河南地方官员 蠢到了一定程度 它突破了中国政府的底线 我们早就说过 健康码 健康码 它只是叫健康码 因为你有了这个健康码之后 政府就会很开心 政府很开心 他的身体就很健康 懂我意思吧 这个健康码这个东西 在整个社会上 整个世界上 中国都是首创 但不是尊重人权的首创 你知道这个健康码像什么东西吗 就像那个养殖厂 养牛厂 养猪厂 给猪身上打的那个logo 打那个标签 有的是鸭鸭 养猪厂 检疫合格允许屠宰 有的是可能 比如说染疫 有的可能是什么不同品种 人们一看这个码 就知道这个猪 这个牛 这个羊 什么情况 健康码本质上就是这么个东西 给你盖一个戳 只是打着防疫的旗号 所以这个东西最终是用来干这个事情的 没有问题 疫情这个东西 现在你能看到了这个健康码 对于人这个行动的这个限制 这个规范 你已经看到了 这个实际上就是政府迟迟不愿意捅破这层码 因为他知道民众受不了 民众一旦把自己和牲畜里边的动物 联系在一起的时候 他身体会受不了 他会产生反抗情绪 他会衍生出群体事件 会给政府维稳增加成本 所以政府一直不提这方面的事情 但是呢 现在这层窗户纸被核担捅破了 捅破的原因不是局势十万火急 必须要用这个 只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蠢 自己的贪 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 就把这个窗户纸捅破了 让这个概念大白于天下 让很多百姓引发反思 意识到了这个健康码 就是牲畜上的识别码 这个是个大问题 你说如果说你是为了组织上 你是为了这个党国 你是为了把这个一尊 我们这个捅破 毅然捅破这层窗户纸 我们河南 这个铁尖单道义 这个中央可能不会说的 但是这个河南农商行这他妈什么事啊 你自己地头上吃都偷吃不擦嘴没抹干净对吧 你那个尊臀完了以后你就为了这么一个事你自己没有填上窟户 然后你把这个窗户纸捅破了 让整个世界都在讨论 你看中国健康码根本就不健康 中国健康码就是为了限制老百姓运动 你去网上搜一搜 现在全网都是外网都是 要不然我也不会录这期视频 对不对啊 影响力很大的 因为整个世界都没有像中国这样一个健康码 而中国之前标榜的是 我们的健康码是尊重人权的 我们的健康码是为了百姓服务的 是为了让百姓更幸福 你这叫幸福吗 健康的人就因为你你吞了人家的钱 然后进你地方 你就巴机给人扣一个红码 然后把人关起来 你是你这个红码是真实是假的 它会直接引导百姓 对于健康码的权威性和它的信任度 那么造成的直 先不说后面这些衍生的政治啊 理念啊 人权的影响 咱们都不提 咱就说这个健康码 在后续中国其他地方的执法过程当中 会遇到很大的障碍 因为百姓就开始 我这凭什么变绿码了 不是不是什么人 我这凭什么变这个黄码了 我这个凭什么变红码 凭什么 你你真的真的是我接触 没有我没接触 你看后续的这个防疫执法过程中 一定会遇到大量这样的问题 因为人民不信任你了 我们之前说过 信任的东西就像一张纸一样 对不对 你折过了打开再运再压 还是会有痕迹的 更别提中国政府在老百姓心中信任度 怎么说呢 你有摄像机问的时候 我们都是百分之百相信 但是你把摄像机撤了 你猜老百姓会说什么 对不对 所以说河南这次的事情 我估计最后又跟之前那个隧道是一样的 要处置一批人 那河南这次我不知道是谁下了这命令 是谁办这事 这拨人这个人要倒霉 他周围的团体 我估计上面要来人处置他 不是因为他坑了百姓的钱 或者不仅仅是因为他坑了百姓的钱 更重要的是他给党国惹了麻烦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事情 把它如果说往制度 往这个性质方面再深挖一点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健康码 其实它最好只是用来管理健康 它最好真的只是一个在疫情当下 一个特殊的工具 这个事情 如果任何人想要把这个健康码 真的说发展到最开始的设计这个目标 想要给人民盖戳来区分人民的话 那么最后会引发一个非常混乱的现象 就是健康码虽然是一个不起眼的码 但是我们尊不遵守健康码 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对国家的信任 对政府的信任 这个东西就跟纸币是一样的 纸币没有了国家公信力在后面做支撑 擦屁都嫌不方便 不软 对不对 我们还得揉一下 这个东西 跟这个健康码是一样的 信任 现代社会是一个信任社会 中国的政府 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 他们实际上现在的种种政策 还有很多我都不给大家举例子 他实际上是在无限的透支 老百姓对于政府的信任 是中国有很多老百姓的文化水平不高 包括在家被洗脑的那些五毛 粉红 那些脑残 但是你记住 脑残的洗脑 洗得多了之后 它还是有恢复的可能的 只要现实的生活不停对它产生冲击 就像电机疗法一样 它脑子里形成的东西 它会改变 因为人脑这一个结构 毕竟人的脑子洗多了 哪怕咱们嘲笑人家 讽刺人家说它是猪脑 是狗脑 但是它的结构是实实在在 上帝创造的人脑 这样一个丰富的宇宙间最神奇的结构 它有自我修复的能力 它有恢复认知的能力 一旦说多次的这种刺激 达到一定程度之后 它粉红也可以变成正常人 只要挨的社会主义毒打够多 它也能变成正常人 更别提其他那些不是粉红 还有正确思维的朋友们 对不对 那那样下去的话 你的所谓的弄的什么健康码 什么信用 什么那些东西 都滚蛋 都撕碎之后 你最后还是回到了暴力执法 那就是不听话的把你抓起来 那么中国就需要更多更多的警察 你看现在中国出现这个词 武装烧烤 你没听说过吧 对吧 唐山市 现在吃烧烤 后面战仨警察 拿着盾 拿着枪 拿着这个 还有巡逻的 看了很多视频 看到了吧 你吃个夜市烧烤 你这吃后边后边 站几个人这么看着你 你们觉得安全吗 观众朋友们 你们觉得安全吗 要我 我绝对不过去吃 监狱里才这样的 看着 吃吧 对不对 当然我们理解唐山市 它是为了做政绩做秀 就说你看我们赶紧亡羊补牢 来弥补我们的错误 保证人们吃烧烤安全 可是现在网上各种事情又出来了 有在便利店里边 小卖部里边被打的 有在公共特所里被打的 有在川普特战里边被打的 那怎么办呢 公共特所里边安一个警察 每个小卖部里边安一个警察 警力够吗 不够 所以这个咱们就说到所有 不止中国 所有的极权统治国家 最根本的一个困难和障碍 就是警力和不服管的群众的比例 如果这个比例 两者的人数越来越夸大的话 hold不住局面 最后其实老毛 毛泽东也是靠这个手法 农村包围城市 最后打下的天下 任何的以这个暴力 以这个枪杆子 虽然枪杆子里出政权是老毛说的 但是老毛的文化程度 你想一想 任何以这个枪杆子为阶层的 不是不是为权力为力量的统治 最后都不会稳 为什么 因为要得志 只有得志才能得天下 这是中国古代文化里边 早就论证多少变的 所以为什么说要读书啊 没文化是真可怕 有文化有德行 让百姓用这个社会的规范 用社会的习俗 用法规 自愿的去遵行推行社会这个秩序 你可以用一分力 撬动百倍的巨石 可是如果你非要到最后 非要跟百姓来变拳头 是百姓手无腹肌之力 但是它的不合作 它的抵抗 会让你整个社会的效率 下降到一个令人发指的地步 我有一次读中世纪的 一些历史记录的时候 我会看到 中世纪的时候 其实人口 其实怎么说呢 也不能说特别少 至少在一些比较繁荣的 封建的领主地区里边 但是那个地方的生产力特别低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底下的农奴 底下的这些 底层的百姓 被这些歧视 被这些领主压榨 那么他们自己不愿意做工 但是他们又无法反抗 他们事事被束缚在这个土地上 所以领主让他们干点活的时候 几个人就必须派一个监工 而且不停用鞭子抽着 你只要这个监工一眼看不见 他就偷懒 因为那活不是给他干的 现代社会 为什么繁荣 为什么发展 为什么涌现出这么多的道理 跟你联想一下中国以前的大锅饭时期 和后面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 你就会明白一个道理 给组织干活 积公分和给我自己干活承包 劳动力积极性完全不一样 社会最后总的GDP和产值的差别就在这里 资本主义资产积极 或者说这种目前的经济社会 为什么能够繁荣发展 是因为把人民的积极性 社产积极性激发起来 你激发一点 我激发一点 最后力滚力 总共潮水涌起来 泡沫做起来 才成就今天的繁荣 所以中国如果一意孤行 按照这条路走下去 不管赵立坚怎么说 不管外交部怎么说 不管哪些机构说中国如何繁荣 老百姓如果最后陷入了这种不抵抗的 这种麻木的 这种躺平阶段的话 中国整体的经济会快速的下滑 你有工厂又怎么样 我不干了 我惹不起 你懂我意思吧 当然那是最终阶段 不是说短期能看到 但是长期下去 沿着这条路下去 这是必然的出路 这是历史千百年来 轮回告诉我们的必然规律 这时候我把话放这儿 咱们可以等着瞧 好了 关于这话题就今天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